看动漫讲一个N2的日语语法 词词 请看场景 这边的台词是 你要一边避开这个障碍物 一边挥动你的太刀 那这边词词就是一边一边的意思 在我们讲它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以及怎么样把它记住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它的接续是怎么样的 它的接续它只能接在动词的mask型之后 然后我们怎么把它记住 这个词和这个词相当于我们用汉字 用刺来理解 也就是说这个动作做了 做一次这个动作 接下来我们再做下面这个动作 避开这个障碍物 然后挥动一次刀 砍一下目标 避开障碍物 再砍一下目标 对吧 这边的刺刺 就是每次都这么做 所以它也有一种一边一边的意思 做什么东西的同时 也在做另一个动作 那我们想到一边一边这个语法的时候 是不是很容易联想起 最开始学的一个很简单的一边一边 什么什么 那边的中文字的一边一边一边的意思 它是表示在做一个动作的同时 也在做另一个动作 比如说一边走路一边听歌 比如说一边走路一边听歌 但是这两者呢 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差别 在表示一边一边的时候 我之前说过怎么样去记这个Nagara呢 Nagara相当于Naka加上Cala 那这边的Naka是什么 是中 在做一个动作的中间 Cala 从什么什么地方开始 对吧 我们再做什么动作 一边做什么 一边做什么 那这边的词词 是有那么一种意思 就是做了这个动作 接下来做另一个动作 再做这个动作 再做另一个动作 但是总体来说 他们的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这边 新本を読みながら 一边读新闻 一边コーヒーを飲む 喝咖啡 在这边呢 新本を読みつつ 一边读新闻 一边 喝咖啡 读一读新闻 这边 喝一口咖啡 读一读新闻 喝一口咖啡 就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刺刺的意思 也是和Nagara一样的 就是表示逆劫 表示虽然但是 其实也是和一边一边 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来 看一下例句 悪いと しりつつ 嘘をついた 嘘をついた 就是说谎 那知道这件事情 是坏的 但是呢 你还在说谎 就是一边知道它是坏的 一边还在说谎 虽然我们说它是逆劫 但它的意思和一边一边是不是一样的 这边是一样的 悪いとしりながら嘘をついた 也是一边一边 一边知道这是坏的 一边还在说谎 它们两个的意思是不是等价的 接续方法也是一样的 但是它们的共同点也就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的 哪がら有的意思呢 次次是没有的 因为它们的接续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 哪がら还有一些意思 它是接在名词或者形容词后面的 也可以说是表示一种逆接吧 比如说这边 雖然很遗憾 但是这一次不及格 这个时候呢 接在形容词或者名词后面 次次就不行了 因为刚才我说过了 次次是表示动作的 一个动作做了 然后呢 做了一个动作 再做这个动作 再做了一个动作 那么形容词或者名词 就没有这个意思了嘛 是吧 拜拜